蔡英文8月28日宣布 放寬進口美國豬肉與牛肉的限制 包括不再禁止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 和30個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 政策不需經歷法院 明年1月生效 多年來 美豬美牛議題 一直是美臺強化貿易關係的主要障礙 對於雙方洽遷自由貿易協議問題 蔡英文表示還有一段路 先互惠開放是第一步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 對蔡英文的聲明表示歡迎 並期望臺灣能快速落實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8日發推文表示 此舉為進一步的經貿合作打開了大門 隨著美臺關係日益升溫 近期 雙方在抗擊中共病毒 醫療衛生 軍售和5G網絡等方面 都加強了合作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電視維合作為《未來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